长春都凉了 这个是鲜把花脱粉 全是白白的大白梗 然后这个是花土 小新用的花土跟给大家发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小新用的花肥 也是一样的 给大家发的就是小新用的花肥 然后我爸现在就是在这 在这换土了 先看一些我爸换完土的几颗 这颗是不是很漂亮 好 看一下这大柱 这个换完土 土的君子拿了 这颗也好看 这上还有土呢 这个现在已经换完新土了 给他这 他开始先换的这个大花 都很好看 然后其实你看有的也都有伤 就是有伤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换土的时候就是避免不了 全是打住人 然后这是他刚才换的几颗 看这个一片拔完的 给大家收一下小新家的大白根 就是土的透水性好的话 你就是能养出这种大白根 你就赶浇水 而且花根都是非常非常的粗壮的 而且你看一下就是花在换土的时候 有的时候真的避免不了伤意 因为我们不能一颗一颗的换 我们必须是成 成堆的这么扒起来 看一下这一堆 有没有想要炒菜的这个冲动 看一下这大白根 全是妥妥的大白根 每一颗都是 而且又粗又短的 又粗又短的 然后栽的时候里面像有新层淡泻的 或者是偶尔有烂根的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 你像这个根就是应该是摘除掉的 这种的其实个别有偶尔的烂根 或者空根 瘪根的话都是非常正常的 卡白根 然后让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的花根里面 有像这种空根啊 瘪根啊 或者偶尔你看到一颗这种大根 它掉下来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如果是像小新的花的这种 又粗又短的大根的话 你在脱土的时候 有像这样掉泄出来的 或者是这样的空根瘪根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不要担心啊 然后这几颗是已经化完新土的 都已经摆好了 这个都是新土 花上都是都是土的 喜欢君子兰呢 得小心点个关注 持续还是会给大家分享 更多君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看